我们的汉光37号演习 9月15号即将登场 这个焦点是加东战备跑道的起降 为了确保这个演习 当天可以非常顺利的起降 所以空军今天早上 在屏东基地做预演 可是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一幕 观众朋友你看到 这是F-16的战机 它在Landing 它在落地的时候 疑似因为下雨 跑道湿滑 结果它就冲进了 跑道旁边的土 应该说是草地 整个机头插入跑道道口的土里头 真的是非常的尴尬 幸好没有人伤亡 不过像这个事件 当然空军说现在还要调查 到底是人为 机械 还是天气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理解战备跑道 它比较短 它比较窄 要降落 它这技术是比较困难的 可是F-16的飞观 应该是我国的这个飞观的精英 所以真的我们的空军要好好的调查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那有目击者拍下这一段 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说战机快要到终点的时候 有丢阻力伞 你看到他屁股后面不是有一朵 那个像云一样 那个降落伞 就是阻力伞 可是杀不住 整个机头往下栽 那我们看到空军司令部 参谋长黄志伟中将 他是这样讲 他说因为今天天气不好 可是符合起降标准 那飞行员都是按照相关的技术 命令来操作飞机的 可是必须讲 这个当然我们要为国军鼓励 我们觉得我们国军很辛苦 那付出了他们的时间 甚至有可能是生命做代价 只是说最近因为传出来 很多负面的军方的消息 我们也觉得军方要好好的改革 要好好的看一看 到底管理是不是太松散了 包括这是最近的 海军爆出不伦恋 这个男 这个已婚的男中校偷吃女下士 还去摩铁提管借厕所 这看起来比较像是政客的理由 没想到军中也这样 那另外还有剩十天退伍 喝醉砍人 像这样很多很多 你不要看他是小事 这些小事累积起来就是大事 而且军纪真的不能涣散 观众朋友 我们的军人到底在这个社会上 在中华民国 我们这个体制里面 有没有受到尊敬 你去问一下你军方的朋友 很多人说没有 我觉得我没有受到尊敬 为什么 来举这个例子 2018年7月1号 军公教的年金改革上路了 那退休军公教 退伍人员 这些他们的优惠 他们的存款 他们退伍金都被砍半 归零等等点点 大概有33万 3000人受到影响 他们到现在都觉得 愤愤不平 当初国家答应我的 可是现在不给我了 那是不是会影响 他们的士气 士气有多重要 士气真的非常重要 那最近还有一些事情 看看我们的训练 大家还记得吗 以前像我小时候 很喜欢看国庆的那个表演 你看到军人 你看就这样 脚有没有脚这样子 翘起来 这样就是肚 踢阵部 对 踢阵部 可是后来据说 那个时候有人提出一个医学观点 说踢阵部很不健康 会伤到骨头 脑袋会变笨 他的理论好像是说 你踢的时候 你的后脑勺什么的 有牵动吧 大概是这样子 头脑会伤到 所以就废掉了 那个时候2003年 当时是陈仁编当总统的时候 国分部长汤耀明就说 好 那就把它废掉 取消了 可是今年又传出 国防部下令要陆军官校 恢复踢阵部的训练 希望能够重振军威 所以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还是说 国防部有发现到一些事情 觉得应该要重振军威吗 我这边是一个问号 需要重振军威吗 来看过去 当军人本来就是很刻苦的 训练没有轻松的 你看我们的蛙人 蛙人的弟兄 过去我们做过相当多的报道 真的非常辛苦 尤其在爬天堂路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 你看他们的身上 都是血迹斑斑的 这么辛苦的训练 让有人也看不下去 2016年当时也是立法委员 执政党立法委员 陈廷飞 他就说 他就那时候质问 国防部发言人 为何要在母亲节上传 蛙人部队受训严苛的照片 蛙人部队被操到流鼻血 还要绑着手游泳 难怪摸不到冰 所以很多人就说 天啊 你这个发言是什么意思 冰人 冰 蛙人 你要带他们去吹冷气吗 这就是艰苦的训练吧 其实你说这次F16V 又出了这个意外 那当然目前 到底是人为舒适还是说 机械故障 目前不晓得 但是目前有一些专家 看了之后认为说 操作上目前看起来 没有大的问题 那就等待最后的结果 那我也提醒大家就是 演习本来就四同作战 那演习本来就跟作战 一样是会有风险的 那今天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 我看到他最后 是杀不住冲出跑道 但是就轻轻地这样摘下去 机体的损伤应该也不是很严重 我觉得还好 那国军也决定换飞机了 那也要换另外的人 来做这个操演 我觉得这样就OK 也不要给他太多的苛责 可是当然你说什么 去摩铁提款借厕所 拜托好不好 你们可不可以想一个 高级一点的理由 军校教你教了这么多年 你就想出这么垃圾的理由 跟民意代表一样 每次都想这么奇怪的理由 你们不可以想个高级一点的理由 这有让大家觉得 比较有想像力 比较有发挥特殊贡献 这样每次搞这种奇怪的理由 还去那边提款 还借厕所 你们拜托好不好 所以军纪一直是我们最 大家觉得最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本来军队 之前发生过太多事情 被大家讲国防部 然后现在正兵又真的这么困难 又少此话 大家都变一句当兵 然后结果呢 你们整个又怕说 罚得太严 管得太严 这些人不想当了 那问题你不管太严 不罚得太严 他们可能外界又有很多意见 所以军队现在其实基本上 就是父子骑驴 他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 那更糟糕的就是 整个士气被打垮了 你把军队架改革 把他们过去的这些福利 全部一个一个慢慢砍 慢慢砍 你以为你砍的是老兵的福利 肯定会想过 我是年轻的兵 我在想 将来有一天你也会这样对我 不就这么简单吗 因为政府事实上做给他看 所以说台湾人是这样对待军人的时候 谁喜欢当兵 大家能够跑就跑 能够闪就闪 哪里凉快哪里去 不就这样子而已吗 这是人的人性 那当然正部这个今天听说是假的 假的喔 对 据说应该是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没有要恢复 那正部 正部老实讲 当初是普鲁士他们在流行的 可是那个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他看起来很帅 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作战完全没有任何帮助 真的在战场上 你这样提你就等死吧 就这样 所以这个本来取消就是正确的 我们尽量让士兵的操演 回归于战绩的本质 这样会比较好 那至于像陈寗碑这种 军事完全的大外行 他根本不了解军人是 没有经过操练的军人 根本就不能打仗 他连这个最基本的态度都不知道 这次阿富汗的事实 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阿富汗那些军队是经过美军操演 他们也有美军的武器 虽然美军给他们的一些武器 没有那么先进 可是他们经过美军训练了 整整20年之后 没有士气 砰一下 一夜之间全部完蛋 所以台湾的军队现在真正重要 就是操演跟士气 操演要军队严格的执行 士气要全民对军人观念的改善 民党过去在野的时候 不断地批评军人 不断地践踏军人尊严 现在上台了 突然又说军人好棒棒 可是问题是 你一边说好棒棒的时候 一边去砍他的钱 你这样军人怎么会有士气呢 把士气提振起来 才是国军的第一要务 我想陈廷飞应该是 有点不忍心 像那些蛙人在爬天堂路的时候 胸膛都流血 他可能是用一个母亲的角度 或者是姐姐的角度 来 淑慧 我想是这样子 我们的军纪 第一个军纪 还有第二个军事训练的程度 专业程度 之前有一个立委 他说他小孩子在扶兵役的时候 是分配到泡兵 装甲兵 结果四个月的兵役期间 他一次坦克车都没有进去 唯一一次跟坦克车有关系 就是跟坦克车合照 站在旁边 因为说怕他们操作坦克车 会把坦克车给弄坏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兵役才四个月 第一个 你到底能够学到多少军事训练 如果你的空军只是跟飞机业 然后中甲兵只能跟坦克车业的时候 我们有多少站立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一直在说军纪的问题 我说真的 我自己亲身遇到的两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最近离婚了 为什么 他先生是职业军人 先生跟另外一个女士官长婚外勤 离婚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一个小学弟 他最近从军中离开 他本来是职业军人 为什么 因为他不小心去揭露 他军中两个长官婚外勤 结果他被逼得 变这样 被逼得 被整被逼得 然后最后他就只好退伍 我并不是说所有军人都是这样子 可是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在说 军纪出现了大问题 这是实在 包括说去逢迎拍马 总统来的时候 蔡英文来的时候 这个都不是军人该做的事情 我之前曾经看过 去美国的时候 曾经看过像飞机在登机的时候 他们会说如果你是军人的 可以优先登机 我觉得对 这是一种尊敬 我们看到最近美军在阿富汗 死亡13名美军士兵的时候 这个拜登跟他的夫人 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他们的遗体 回到美国 对军人我们是要高度的尊重 可是在台湾我们的军人 到底有没有军纪 到底有没有战斗意识 到底有没有专业训练 我觉得很质疑 郑老师 我想在汉官演習的时候 看到这样军机摘下去 是脸上是有点挂不住 这个包括你刚刚讲 一大堆军纪的问题 整个大谈说要不要重振军威 要不要靠梯政部来重振军威 后面的问题是说那为什么军威不见 我认为是有几个城市 第一个民进党执政拿到权力之后 他们对于所谓的国军 就一直认为是国民党的军队 就跟那个党政军一样 就是不信任要摧毁他们 所以事实上才有各种 跟他们翻腔的走板的言论 然后等到他们自己掌权 又想要如果万一要独立 可能要打仗 那怎么办呢 你照说那你如果说国民党要退出 那你就军队国家化 他又想把这个国家化的军队 拿来为他的台湾国服务 那你不是搞得当然错乱吗 人家为那个中华民国服务的时候 你说这个党国一体 你现在把这些军人打垮了 把那个刺激弄掉 所以来为我们这个台湾国服务 你这个本身就是充满了矛盾跟错乱 整的这些军人没有大方向 刺激的战斗意志 第二个 其实两岸从当年要反攻大陆 到后来慢慢倾向比较和平 这个时候像我们当年都是全民皆兵 都是真兵制 你才像精兵检政 募兵制 这个是对的 可是你们竟然又搞了 要把两岸关系搞得很紧张 现在又害怕觉得力量不足 开始什么要重振军威 你这错乱 精兵检政的时候剩下那些兵 当然要强烈训练 军人就是死身大事 怎么有陈廷威这种 讲出好像一副很同情 完全外行的话 所以我说当有权力的人 在这个方向上 搞不清楚的时候 那你当然这些军人怎么办 再加上我们很多这种设备 都是听美国人 当然是一阵错乱 你如何简单就能够重振军威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因为我现在就请您拿起手机 开启新闻大白话YouTube频道 订阅分享按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另外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下载之后 您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闻 也让您在这疫情期间 可以趋及避凶 了解疫情以及疫苗的发展相关状况 20秒之后 新闻大白话准时回来